整個五年來我們台北市的交通政策 鼓勵大家搭乘的大眾運輸 1001招就是1280訂起票 我們的捷運路網 其實沒有再怎麼樣的新增了 我們的公車路網雖然你很自豪的推了幹線公車八恆八重 可是幹線公車八恆八重裡面 其實絕大多數是原來就有的路線 第二個議題 想要來跟局長交換一點關於人本交通的概念 我不知道局長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內政部營建署有一個新的公告 我螢幕上面有 未來的人行道 不要再劃設機車停車格 這個局長你知道營建署有這樣一個公告嗎 有我知道 那我們台北市交通局或者是停管處 有沒有已經跟內政部表示我們的意見 目前還沒有但是我有請停管處 要把我們台北市的一些意見 要轉 就是提供出來 那我們的意見會是什麼 因為現在在到這個道交條例裡面 其實他已經是 人行道原則上是禁止停車的 那就說我們現在會 因地自己就有條件開放 的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還是會兼顧到人的通行的需求 我們才會去劃設 給機車格停放 就是說對於這個政策 我們台北市交通局原則上是支持的 他是完全都禁止劃設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有條件的 我們會建議是有條件還是可以劃設 那符合什麼樣條件下劃設 就是 至少人行空間要2米 那我們有沒有去做過一個統計說我們全台北市現在所有劃設在人行道上的機車格 在你所謂的有條件劃設之下會減少多少個 我在螢幕上我自己幫我自己做了一個統計啦 全台北市目前呢有 大概15%的機車停車格是劃設在人行道上的 所以如果未來這些 合法的機車停車格退出人行道的話我們瞬間少了15%的 而且那你要看那個區域喔 如果是中正區大同區是超過20%甚至接近25% 四分之一的 那我的選區大安區有17%的合法停車格是劃在人行道上 那未來退出之後 解決方案是什麼 是另找其他地方劃設呢還是乾脆 減少讓他減少 如果真的退出來 要找地方恐怕也不太容易 所以就減少讓他減少 跟一桌報告 我們劃設的前提基本上應該都還是符合說能夠讓行人通行 這一部分剛剛局長提到說大概2米左右的一個 所以不會大幅減少 這是你的意思 因為我剛剛講的維持兩米應該是我們過去劃設的原則 好這是你的公開承諾 我相信我們台北市的機車組今天聽到了這個局長跟 處長的講法 那接下來第2個要跟你講的是 在所謂的人本交通裡面 最近幾年我們台北市一直非常積極來推動一件事情 叫做所謂的私有運聚要減少 那局長你覺得我們減少私人運聚的成效如何 我有觀察到最近從比如說從去年12月到目前 台北市登記的汽機車速是在 下降 下降中 來我有一個數字給你看 機車是下降啦 因為機車的成長率是負的 汽車其實是增加的 因為汽車的成長率是正的 只是成長率在減少 這看起來是 這看起來是正面的 但是我幫你做了另外一個數字 就是每千人的汽車跟機車的量數 你看一下 其實都沒有減少 每千人的汽車量數一直不斷在增加 台北市登記人口有在下降 對 所以你的汽機車數量減少 是來自於台北市的總人口在減少 連帶著你汽機車的數量減少 我的看法跟你不太一樣 請說 是 因為我們 我覺得我們實施定期票之後 因為在台北市的房租 事實上是比較 高的 那如果實施定期票之後 其實有一些 租屋主 他是會往外 去移動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的租屋主 因為每個月 本來通勤費是2000塊 現在變成1280 少了800塊 所以他就心甘情願的 從房租高了好幾千塊台北市 搬到新北市去 然後你假設這些租屋主 原來都涉及在台北市 蛤 我們的租屋主 這麼方便的 設計在台北市 這部分也會有影響 好啦 既然是這個問題 我再跟你講一件事 我們的私有運聚的減少率 如果從每千人擁有的量數來看 其實是不理想 那我在這裡跟你交換一個想法 就是 其實我們在私有運聚的減少方面 在政策上 過度於偏重棍子 少了胡蘿蔔 我們整個五年來 我們台北市的交通政策 鼓勵大家搭乘的大眾運輸 一千零一招就是一二八零定期票 我們的捷運入網 其實沒有再怎麼樣的新增了 我們的公車入網 雖然你很自豪推了幹線公車八橫八重 可是幹線公車八橫八重裡面 其實絕大多數是原來就有的路線 你只是在票價上面做了優惠而已 班次也加密 然後在這個 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呢 給予這個所謂大眾運輸 變方便的誘因 其實並沒有再增加 甚至未來還會因為你 U-bike 1.0升級2.0的這個陣痛期 還會被擾亂一下 但是你的棍子非常多啊 尤其是什麼 尤其是我們的機車主 是非常的不友善 我們台北市之前發生了這所謂的 代轉大富翁的抗議事件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就是長期以來 我們對於機車主 棍子多於胡蘿蔔的一個業力引爆 是我們沒有去關注到這些機車主的需求 我們只希望說呢 把他們都趕到慢車道去 我們只希望說呢 推動共享機車 也不在乎這個共享機車 占掉了一萬兩千多個停車位 反正機車停車格不夠就不夠了 然後呢要推動收費 用收費的方式去增加他的成本 但是實際上對於機車主來說 他成本一直不斷在增加 但是他的需求並沒有因此變得更有彈性 因為你實際上給予他的供給 大眾運輸的供給 其實並沒有顯著的提高 所以這時候我跟妳講如果說以一個 我所了解到的機車主的觀點來說 在現行的交通狀態下 他根本很難真正去放棄他的機車 他只能咬牙去承受這些越來越高的成本 那當然這只是一個觀念的交換 未來我們在委員會會有更多這樣的交流 只是現在提出來呢 讓局長先思考一下 為未來預作準備 那另外呢後面還有一個議題啊 這個 你把它叫共享運聚啦 我稱叫創新租車啦 但意思一樣 你看一下啊 像我螢幕上秀給你看的 共享機車汽車的違規率造勢率的數字在這裡 是按月份 那分母呢是車輛數 分子是漸數 你看一下下面的這個 單位是百分比 局長你覺得這是高還是低 20幾% 高還是低 高 高喔來 我把它畫成圖你自己看 這個是 藍色的柱狀是共享機車的違規率 橘色的那條折線是 全體機車的違規率 你看共享機車高了多少 局長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來下一張 共享汽車的違規率 藍色是共享汽車的違規率 橘色是全體汽車的違規率 是不是高 局長你有沒有注意過這個問題 偏高對不對 造勢率也在節節攀升喔 我今天在這裡提醒你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我們在推動這個4U的時候 我們是拿了公有的道路讓這些公司去做盈利 可是這些公司做盈利的外部成本 局長我們要不要管 要 要齁 你回去 找這些公司來研究一下 為什麼違規率會如此的居高不下 好不好 你應該要建立一個機制 要建立一個機制 我今天具體訴求在這裡 交通局你要盡你主管機關的督導責任 你去輔導這些創新租車的業者 落實違規或造勢會員停權的機制 來保障我們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可以做到嗎 可以 好可以超前部署這件事情啊 可以 好謝謝局長時間暫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下訂閱加小鈴鐺 第一時間收看最新資訊 讓我來自行轉 還記得好倍速去 去年 人生命財產安全安全安保障